朋友們你們好 我是小胖哥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農村的一些套路 早這些年很多年輕人基本上都進城了 就是有一些老人留守在村裡 我說的這個情況應該是全國大部分的地區 基本上都是這樣 我這邊在福建屬於沿海小鎮 沿海地區算是非常的發達一點 稍微好一點 但不過年輕人也基本上都是 大部分都是在群裡 然後很多老人就在家裡 很多很多一些就是搞這些營銷套路的 就是這幾年針對這些農村老人的一些套路 層出不窮 各種各樣的花式都有 很多農村老人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很多老人省吃減用 省吃減用他們身邊有錢 一般一個老人身邊幾萬塊的存款是有的 他們平時就是捨不得吃捨不得花捨不得用 但是很多人就是針對於這些老人 有一個心理 有一個什麼心理呢 就是這些老人喜歡占便宜 特別喜歡占便宜 占一些小便宜 如果說你告訴他有一些小便宜可以占 他們是樂此不疲了 早些年呢我媽就是這樣的 來一個人就是開著個小麵包車到村裡來 然後挨家挨戶的敲樓打鼓 基本上白天的話都是剩一些老人家在家裡 然後挨家挨戶去敲樓打鼓就是告訴你 明天在這個地方幾點鐘集合 每個老人可以領五個雞蛋 第二天來了一堆老人都去了 去了之後呢他又告訴你 說你明天再來你可以領十個雞蛋 第二天又一幫老人去了 第三天又告訴你去了 可以領二十個雞蛋 以上你沒有看錯這些通通都是免費的 等你到第四天第五天你去的時候 然後他就開始推銷各種產品 推銷各種產品呢剛開始的套路呢 就是說我想試一下你們 這個東西本來是打算免費送給你的 但是為了排除一些有門檻的 過掉一些有門檻的 你們隨先拿點錢放我這裡 我等一下會把錢返給你 一併把東西送給你 第四天他依舊是把一些東西送給你 然後到第五天真正的重頭戲來了 他就開始實行賣貨了 比如說就會告訴你 這個東西多少錢 依舊是用前面的套路 然後今天比如說市場下賣一千 然後你看我給你們這麼多天送雞蛋 也給你們送東西 我是真心想要給你們做生意的 然後比如說這個東西一千 我就賣你五百賣你三百 等於說半買半送送給你們 就是通過這種剛開始免費 然後各種送送到最後呢 把每一個老人的口袋錢掏得一毛錢都沒有 我媽早些年就買過進水機啊 然後買過什麼滋補的鍋啊 買過什麼高壓鍋啊 買過什麼電熱毯啊 基本上都是針對老人賣出來的這一系列東西 每次只要我媽一買 我給他在網上看一下 一模一樣的品牌價格最少都要差三五倍 你想一下這些能一天 這些針對農村老人的 孤寡老人的一些營銷套路呢 這些年呢是層出不窮 基本上在一個村裡面待個十天八天 然後策劃好一系列的套路 一個村最少能搞個萬把兩萬 一個月跑個三五個村 能搞夜入好幾萬 這幾年呢經過媒體不斷的報導 不斷的報導之後 然後經過很多年輕人 給家裡各種的開導 已經是慢慢的少了這種套路 我每次都會跟我媽說 這種套路是假的你不要信 因為她也買過很多東西 這種東西都是基本上沒有地方售貨的 用一段時間基本上壞了 你根本都找不到人 你也不知道那個人是誰 根本無處可找了 所以說後面我媽呢就慢慢的 就遠離了這種套路 她現在也不敢去 她說她每次去呢 就是會被洗腦會被那個 但是到這兩年呢 還是有很多 就是針對農村的這些套路還是有了 前幾天我爸還去了 領了好幾個雞蛋還領了什麼東西 但是我爸他就是口袋沒錢 都是被我媽限制了 口袋沒錢就沒有買 但是最近呢我又發現了 就是針對了這些年輕老人的 一個新的套路 前天我回去嘛 我爸就拿了一個單給我 他說明天給我800塊 我說你要800塊幹嘛呢 他說我要去醫院看一下病 我說你有什麼病呢 我帶你去醫院檢查一下都可以 他說今天有一個人來我們村口 免費給這些老人檢查了 是醫院的 我說免費檢查那是好事啊 他說開了一張單給我 還拿了一個名片給我 你看一下 我說好的我看一下 我看了一下呢這個東西呢 他屬我先不說這個人怎麼樣 我第一看了這個是私人醫院 私人醫院上面診斷的是 右腎 右腎他什麼問題也沒有說 什麼問題也沒有說 只寫了名字寫了老人的名字 寫了那個幹嘛 然後就說要拿你去醫院檢查 幹嘛 說到這裡應該很多朋友就明白了 這個是最新的又一個 針對老人的一個套路 我們都知道很多老人家很怕死對不對 那麼針對老人家各種的這種檢查套路來了 你早些人讓你掏錢買東西 現在是讓你掏錢買命啊 直接上升到這種程度了 我爸呢就死婆說要我拿錢 然後第二天他要那個 我就跟我爸說 我說你這個套路呢 就跟普田系的醫院是一樣的 這種套路呢你不要上當 沒有什麼多大的作用 我說如果說你要看病 我帶你到正規的我們當地的醫院 公立的醫院或者市裡的醫院去檢查都可以 我說這種啊他屬於到這個村裡來擺個攤 擺個攤呢然後給你各種的忽悠 明天帶你去醫院肯定是一堆的檢查 你想一下我們正規的人上正規醫院去 都是一堆的檢查 你還不要說私利的醫院 那他這個套路你想一下很可觀 跟我們前幾年的那種套路是一模一樣的 早些年呢是針對這些農村老人掏錢讓你買東西 也是掛上一些什麼保禁啊滋補啊這些什麼名義的 那這些年呢像最近呢直接是掏錢讓你買命 你說這些人可不可怕 一個村一個老人啊 基本上幾百塊錢是會有的 像我爸這種是屬於比較特殊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說到村裡面打著免費檢查的一個幌子 基本上90%的老人都會去 90%的老人呢回去呢第二天呢 你就算有20%的人跟他去醫院啊 跟他去醫院啊 一個人就算花個千把塊 拉一趟就是人幾萬塊錢的業績就出來了 想一想這個都可怕 這些年這些私利醫院啊 這些套路真是層出不窮 而且針對這些農村的老人呢 各種套路也是層出不窮 所以說很多東西呢很多時候呢 人性就是一個信息差 有信息差的地方呢就一定能賺到錢 你在中國呢你在人手皆知的東西呢 最少都有三億人不知道 因為中國他有十幾億的人 所以說你說像我爸這種 只要一說我沒有跟他解釋 他立馬就是會上當了就是跟著就走了 我不知道中國還有多少像我爸這種人 我不知道還有中國還有多少像專門在搞這些農村套路了 所以說各行各業吧都有精英吧 今天就跟大家先聊到這裡吧 拜拜